我们享受了20年这个FDI一个非常非常积极的投资之后 我认为这个COVID这个疫情之后 当然我们开始进入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时候 大家都要重新做一个评估 说中国的这个投入产出比怎么样 然后再想我们以后在中国的布局 我觉得过去两年是外资在中国要重新做一个复盘 重新在想他们在未来的10年20年要怎么样投入 但是我认为看完全球 其实你去哪里投入呢 今天你看到那么多的人在这里参加这个会议 你也知道其实我们的市场也好 我们的这种创新也好 我认为都是现在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一个替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跟所有的CEO在谈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重视的 但是这个性质可能不一样 以前我们是一个注重这个产量 像注重那个我们这种在中国计造 然后全球出口 最近我都是要跟我说的时候 他说其实我为什么要做中国投入呢 是因为中国的创新 中国的那种是吧 我们这种迭代 其实在全球里面的没有一个地方 比我们的这种竞争创新更激烈的 所以他们认为如果我在中国没有布局 我就会吸取了一个机会怎么样把这种创新的这个DNA 创新的文化 输入我的国家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出口的不单是这种物理的这个物品 但是呢我们出口的也是ideas 创新一些IP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下一阶段 我也很期待我们会发展的一个部分